大家好 我是潘竹竹竹 今天心情非常好 因為我們現在人位在南港展覽館 看到現場熱鬧滾滾大家就知道 我們今天是來一年一度的國際重機展 這個重機展都是每一年的盛市 現場都是熱鬧滾滾 然後會有非常多的廠商 然後有新車的發表 因為有很多在重機界很有名的YouTuber會來現場 所以今天我個人抱著非常期待心情 看我們可以在現場活捉到什麼樣的重機界的前輩 那我們也順便來問問現場逛展覽的朋友們 他們最期待什麼樣的行程 或者是他們有想要入手什麼樣的新單品呢 那雖然說播出的時候這個重機展已經結束了 但是大家如果沒有辦法來到現場 還是可以透過主持的視野帶你們去逛這個重機展 OK 差不多說我們就來去逛展囉 GO 這個也是我很有興趣的一個牌子 Energy Car 我覺得現在電動車也算是一個趨勢啦 雖然說可能騎重機的人還是喜歡那種引擎的粗暴感 但是呢現在電動車充電然後又環保 也是很多人會考量 現在其實有很多仿賽的電動車 欸很酷耶 是你們家的車要不要跟我們聊一下天 這是MOTOE的廠車賽車場用的專用的 喔真的這是廠車喔 這台是冠軍車的 從意大利空運來給大家看一下 電動的整用車要不要介紹一下 好啊 現在台灣有人警察在用這個了吧 這是第一台 第一台 台灣第一台 我們今年沒開始推出來的 這台是要捐給那個蘭頭縣政府 我們是希望說這是很環保的 對環保 希望說以後客線是在那個旅遊地區啊 你用這個去巡邏幹嘛的 就比較更環保了 欸那我想問一下 像這樣的電動車最快時速可以到多少 250公里 0到102.6秒 跑車等級了啦 電動車其實也是一個時代的趨勢 這車重多少 280公里 哇蠻重的欸 壞人你們看到這台車騎過來 要小心了 因為它很快 你跑不掉了 上次呢我在小萊姆哥的頻道 看到他開箱這一台 W800的美菇龍 我就說他只想要看食品 因為呢這個美菇龍呢 算是穿騎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一個很老的系列 然後今年他出了W800的 算是特試款 特別款 很復古的一台車 W車系的系列大家都知道很有歷史 就是他們這個 超好看的 它跟W800最大的不同的地方的改款 美菇龍版本跟標準版的差異 首先 它的把手比較高 做起來比較輕鬆 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的油箱烤漆是自動修復烤漆 對它是H2的烤漆 對對對 它這個烤漆你只要有太陽紋 或者是小刮傷 你就不用理它 它一段時間就不見了 它自動修復 對對對 然後再來就是 只有美菇龍版本的後避震器有護蓋 然後它的椅墊也比較平整 它的現代的技術包含 LED的大燈 然後再來就是 比較後期的W800有滑動式離合器 所以你在降檔的時候 後輪就不會鎖死了 赫士牌的售價有出來了嗎 這台的售價是57萬8 然後一樣是日本原裝進口的 它是今年做的 今年最新的車款 最新的車款 OK好 謝謝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的 靶位它都提高了 我覺得很剛好 如果之前更低可能更不好騎 所以這個靶位會很舒服 扎車可調 然後這個離合器的地方也是可以調的 它的儀表是兩個雙圓形的儀表 很可愛耶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復古的街車的話 其實也可以考慮穿緊張的車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這個MOTO GUZI 是之前我們去拍APRIA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很想要拍的一個品牌 那今天我們來這個重機展 我們看到這台V100 就是他們家呢 100週年紀念的一個車款 今天是第一次亮相喔 所以呢 全台灣還沒有人有這台車 然後呢 它有一個很酷的地方 因為我看它的介紹是說 它有一個小翅膀 然後小翅膀呢 會在它一定的時速之下 才會自動展開 不知道是不是 是嗎 它有兩種設定 一種原常設定的話 它會根據你的速度 根據這個全開 還有這裡這個有9公分的計程 那到最高跟這個檔壓全開的情況下 經過方向設施 你可以直接減少百分之二十二的 那種車款 所以你剛剛在長途旅行的時候 看起來更舒適 這蠻輕巧的 你看我腳還可以碰到地板 對啊 所以其實女生也是可以的 中升級的巡航長途旅行車 有一個新的考慮好不好 大家可以考慮這個 百年老品牌Model GOOSE 我覺得呢 這台車在路上不容易跟別人撞車 你就獨一無二的 今年做出最大的改變 第一個旅行的部分 全新設計 跟以往看得到的旅行 通通片也有點連動 縮短車身進氣跟排氣的路徑 超微增加一點點性能 一致亮傳水冷的運行 然後再來後面部分 一樣軸傳動 但是我們這次做的是一個 全新的單搖壁 好 那就大家期待一下 謝謝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種 傳統復古跟新時代的技術 做結合的 然後又喜歡長途旅行的話 進去可以考慮這一台 哈囉 哈囉 這個是HDRS 這是呢 我們的第一套的防帥衣 就是他們家贊助的 很謝謝他們 算是我的 他也是陪著我去很多地方 但是呢 我現在想要在這邊 掀起一套新的防帥衣 可以嗎 殷竹本人來沒有問題 太棒了 成功 對 我們贊助廠商 NHK的安全帽很棒 對 讓我們在賽車場上面呢 完全沒有後顧之憂 非常安全 銀行騎在路上呢 也可以再幫我們推薦一下 我拿一下子嗎 好啊 很久沒有看到我了 有想我嗎 有啊 真的喔 真的喔 最新的是什麼 上一部是什麼 上一部是什麼 好 掰掰 那個 秋柯龍他們 有沒有 沒有 不是喔 真的啊 搶走車 那就應該還沒發了到 最近比較忙 是齁 要補回來喔 好啦好啦謝謝 謝謝阿佑 這是最新的這好帥喔 這我們最新的四分之三的帽子 對 流線型然後又造型 然後又輕 然後它又是內墨鏡的版本 不用內墨鏡沒關係 它就會乖乖待著 那我們就用這個 我們最新的多層膜的鏡片 白天晚上都看得到 所以你們在這個鏡片上 還是不斷地引發進步這樣子 對 我們也有在研發 所以說 基本上這個是 最新科技的啦 戴起來又很舒服 非常非常的好看 賽車有出什麼新款嗎 賽車目前沒有 因為我們的賽車帽太強了 我們的非常耐摔 可是基本上摔完我們就要還 就不能再用了 我們就要還了 所以要推廣給大家這個身體管理 這個是裡面有一個緩衝材 它會有一點點的潰縮 放久 在太陽底下曬久了 它也會脆化掉 安全性上面沒有那麼高啦 對 尤其賽車我們不能開玩笑 而且之前教練有提過說 好像大會有規定說 如果你表面的烤漆有壽食就不能使用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去看裡面的保麗龍 到底有沒有愧縮 還有一點喔 竹竹什麼時候要出國比賽 出國比賽可能是比較難啦 我們有新推出一頂帽子 這不是比賽帽啦 這是我們一般騎乘的時候 接車我們的帽 可是這個花色 我們之前研發的 我們有個特別版本 很可惜沒有趕上展覽 卡在我們的基隆港 這邊有國旗 是台灣的國旗嗎 會有台灣的國旗 哇好愛國喔 然後是火焰版的國旗 可以給你看照片 愛國人士 那不是直接台灣國旗在上面啦 配色 就是我們透過一個藝術家去畫出來的 很讚耶 所以以後也是期待台灣的選手 在台灣的比賽的時候 戴上這頂安全 這是卡包設計的人 然後每一次有什麼挑戰 我們都可以 沒有安如哥先拍照 因為都沒有LINE我先啦 那如果我LINE的話 我可以給他更早拍嗎 會他不同的時候 我們一天啊 下次要拍Kawasaki的新車 要給我們拍喔 好 遇到18歲的小情侶 8歲 我已經23了 我已經23了 你有什麼夢幻的名單嗎 之前有在看H2 後來還是覺得哈布薩比較 比較符合 對 很帥啊 就是1300之間 然後就之前的地表最素 想要入坑哪一台車嗎 SB 這兩個情侶都很殺喔 然後多陪他練車喔 加油 祝你們早點圓夢 掰掰 年輕人就是年輕人 請問我可以給你拍照嗎 我是你的粉絲 白癡喔 趕快拍照 快點 妳是那要拍照是不是 真的啦 你知道我今天來 其實我是有個問題 想要詢問你 來 就是你們這個RDNA的這個新秀賽 你覺得我有這個資格去比嗎 可以來看看 會不會選呢 還是要看你的本事 沒有 有時候我們只是去個經驗嘛 其實本來就這樣啊 其實我是來跟你講 我本來是很認真的要去參加 填表那個瞬間 我發現他有年齡限制 那你超過了嗎 怎麼樣 我是覺得這個比賽這樣的限制不太好喔 我跟你講 看不出來你超過了 今年有往上 那可能明年會再往上 再往上挑個5就可以了 我現在還有很多的比賽 你都可以來我玩看 辛苦了 最近應該比賽賽季都很忙對不對 還好啦 我就忙我品牌的東西 大家支持一下 秀套帽套可以跟你拍照嗎 主姐好 小三哥 你是不是很怕遇到我們這種 很愛凡人的人 那就是我害怕遇到的是真的太熱愛騎車了 騎酒有點職業倦怠了 但是你們就是很熱愛騎車 所以讓我們有點壓力 沒關係我沒有那麼逼人 我也沒有想要當賽車女的 我就當你的瘋狂粉絲在場邊 一直拍照一直拍 你好 我希望你下來通常經濟 那我要加入聽證者 我們考試很嚴格喔 我怕你又哭 還有淚水的人都是有感情的 代表我們是有付出努力的 當然啦 我也很喜歡看你做的 經典名流系列的老實的介紹 真的嗎 你有看過我的影片 有啊 知道囉 因為你的每一部影片 都是我那個入行的教科書 加油 謝謝前輩 拚拚了拳 GO 最近我看到芽芽回歸了耶 生完小孩開始回來 對啊回歸了 我覺得觀眾都很開心嘛 大家不想看我這樣 你還有去 有啊有啊有啊 實際有在跑 8月6號有活動 那你也會去 那你會騎二輪嗎 今天都開車 最近還有試別的車嗎 上次騎什麼車啊 安排一下我們一起試車啊 好耶可以嗎 來試一下我的後座 要講講喔 8月我們找一台車來 工商之路一下 介紹一下你們家 這個很好用的東西 這是我自己創的牌子喔 沒錯 很開心遇到像這樣 好好再聯絡再聯絡 好沒問題 祝你們生意興隆 謝謝謝謝 我要跟你拍照 那不是 對 哇所以太小了吧 不過看你去那個藝剪耶 好可愛喔 以後有這樣的活動會要開 然後再救你 然後之後我們也會 開箱我的車 我現在就是擦避震器改好 就去找你 而且車展啊 應該準備一個時間 很忙嗎 我在想我的設計裡面 就是我的車庫的感覺 然後我的水泥粉光的牆壁工具箱 然後那種 你有看到我的用心嗎 它就是一個工具箱 然後我所有的安全帽 然後我的車 然後我平常穿的衣服 都放過來了 小小的但是呢 很有女技的風格 很威信 所以歡迎大家來巧遇艾爾 這個送湯 不用選擇 兩個都給你 謝謝 得到艾爾的爆油糖 可以一起給你的好運喔 今天呢非常開心 來到2023年一個 重機圈的盛事 就是這個重機展 那現在現場呢 我們除了看到有很多 很酷炫的新車發表之外 重點是我們今天在現場 也認識了很多人 也得到了很多的企劃 跟新的靈感的啟發 謝謝所有願意呢 給我們頻道 批評指教的 不管是前輩們 還是觀眾朋友們 其實你們的 任何一個評論 都是我們進步的動力 好的壞的 我們都會吸收進去 讓我們的頻道做得更好 好的 那今天就是用足足的視角 帶大家來重機展逛逛 那也是我們以重機頻道主的身份 第一次參與這樣子的展覽 個人覺得非常有紀念價值 那希望我們每一年呢 都可以來重機展玩 雖然說播出的時候已經結束了 但是呢還是希望觀眾朋友看到 這一集的時候可以有那種 真的有親身來這邊玩的感覺 好不好 好 那就下次見囉 歡迎訂閱 按讚 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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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